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为筹募竞选经费,日前抵押房子向银行贷款200万元,柯在接受镜周刊专访时透露贷款内幕,表示当时曾被妻子陈佩奇骂了一顿,后来则是由陈佩奇建议她抵押房子贷款。 柯文哲指出,政论节目主持人郑弘怡,前次竞选团队总干事姚立明等人在今年3月质疑她竞选经费有问题,让她十分火大,所以决定以贷款来之应竞选经费。 柯文哲回忆,当时她原本打算用信用贷款,向陈佩奇报告后,竟当场被骂了一顿,随后夫妻进入冷战状态,直到三天后,陈佩奇对她说,柯文哲做好,并建议她抵押房子贷款,利息会比较低,才这时柯文哲才决定要抵押房子贷款。 柯文哲笑说,陈佩奇就是这样,每次都会很凶,但隔两天以后,她就会帮我解决问题。 柯也提到,房子价值超过6000万元,但她只贷2000万,是因为选举补助款大约能拿到2000万元,刚好可把贷款还轻。